大家好,我是林仁斌老师 这里是豪生音乐盒 陪你一起听音乐、聊音乐、学音乐 在长笛系列影片中 我们将为大家分享许多长笛的相关知识 演奏技法、音乐分享以及乐曲教学 今天要为大家进行韩剧离太院class Someday the Boy 这首歌完整的演奏与教学哦 好咯,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这首歌曲的学习吧 各位从普利档可以看到前面有八小节的剑奏 在这八小节里面 其实曲子已经开始铺陈它的情绪了 那A段是我们长笛要进入的音色开始 我放的力度是PP 术语是expressive 有表情的 所以在这一段里面 我们要试着找到一个比较空灵 有表现力的音色 类似像这样子轻轻的音色 那大家看普利的时候会看到 我有做呼吸记号在上面 所以这些呼吸记号要特别注意 要能够不要打断音乐 让这几个小句子听起来 就像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句子一样 那延续到第二句 我们也要用同样的情绪进行下去 这个小句子里面 我们有两件事情要说 第一个是RE MI FA LA 我放了一点点坚强 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凸显A的第二句 跟第一句的不同 那第二个地方要说的就是 在最后的时候 我加了一个装饰音 这里 这里是为了要跟原唱Kinfield 他所用的转音一模一样 所以我加入一个长笛的装饰音 那各位在演奏这个地方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这个装饰音会非常合乎 Kinfield他的原唱的味道 接着进入B段 那B段开始 我们的声音就需要有一些扩张了 所以各位在普利上 会看到我所画的剑墙 那适当地给予剑墙 适当地给予剑墙 会让我们的情绪 马上得到扩张 那刚刚所提过的articulation 也要用在这边的切分音上面 让切分音出现非常明确的节奏 那B的第二句也是相同 所以有了扩张跟收尾 在B的这一段音色表现力 就能够马上开始浮现出来 进入C段是副歌的开始 副歌我们要将声音确实地做坚强 而且从这里开始 真正进入长笛的中音域 所以声音的亮度要打开来 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在这一段里面大家会听到 我用了很多的运蛇 以及气流的坚强 还有切分音以及抖音 来让这一段的声音变得非常的澎湃 所以在这一段 大家除了能够对谱演奏之外 要特别注意声音表情的运用 以及前面我们提过的共鸣方式 所带来的长笛音色的更加丰润的感觉 那进入D段了之后 我们会发现它的音乐跟刚刚的A段一模一样 E段则是跟B段一模一样 那进入F段之后 各位会发现它的副歌 除了跟之前的C段一模一样之外 我们出现了一个新的段落 就是G段 那G段这一边是非常罕见的第二副歌 那很多韩剧的歌曲的主题曲 都会出现像这样子的第二副歌 第二副歌的用意 其实就是要让情绪得到进一步的扩展 在演奏流行歌曲里面 我们通常都会知道 进入副歌的时候 情绪会非常的好听 非常的澎湃 那第二副歌的作用 就是让它得以更加的延伸 因此延伸的时候 我们需要更多的音色表情 更宽广的声音 那我来示范一下 我从G前两个小节 然后进入G段 各位听听看从副歌延续到第二副歌 如何制造出这样子宽广的音色 音乐 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我刚刚一个深深的呼吸过后 我们又把情绪从G段的第二副歌 再次的拉回到它前面的旋律 在这边我们写的是H段 所以H段这边大家要特别注意的是 伴奏的音档在这边整个都弱下来了 成为非常干净的背景 因此我们的音色要确实遵守 乐谱上面的渐弱记号回到MP 那MP之后就跟我们所前面教学的一样 注意音色 然后注意切分音 注意每一个音阶的正确性 以及歌唱性 这样大家就可以把后面演奏得非常好 那最后要提的就是进入I段之后 从MP逐渐一句一句的渐弱 到曲子最后面 能够进入Piano 真正小声的感觉 来结束这首曲子停留在无限的韵味里面 这边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声音技巧 特别是共鸣技巧就非常的重要 确实把气吹到头顶 然后让气从头顶能够绕下来 产生非常良好的共鸣 我们来听听看 从I 呼吸过后 我一次一次的把气流吹到头顶 现在是最后一个句子 所以我的口风会B的非常非常小 保持气流吹到头顶 好像在哼唱一首歌一样 这个渐弱就可以做得非常漂亮 因此掌握刚刚所有的技巧之后 相信大家也能够很快速地克服这首曲子 接下来就让我以长笛 搭配原声带里面的伴奏音乐档 为大家演奏这首Sunday Le Boy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音乐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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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